黑名单筛选 如何利用COUNIF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说第一个黑名单 在中间这边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 因为将来我COUNIF需要选范围 可是这个范围太大了 那通常我在针对很大的范围 我都习惯先把它定义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范围叫黑名单 我的习惯是 要不就是把这个范围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这上面打一个黑名单 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 或者是另外一个范围 我懒得打黑名单这三个字 我就直接把黑名单选进来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在公式里面有一个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那顶端列就是我的名称了 那这个方式 是可以让你少打三个字 OK就是偷懒了 另外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 那个名称的栏数很多 它可以一次全部帮你增加 十栏八栏 上面的名称自动帮你增加 所以这个方法后面还会用到 那第一个请你先建一个什么 按确定 名称管理员看一下 黑名单 这个范围 因为这个是学生提供的问题 他每天就要做这些比对 然后他为这个事情很头痛 所以问我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甚至可以比较VBA 因为VBA对他来说还是有点难 那我说很简单嘛 你就把Conif学好就好了 答案就出来了 这怎么做呢 第一个这个地方建一个范围 OK没问题吧 第二个切到查询名单 那查询名单里面的话 我们这边有这么多 他大概有几 他每天都至少要查个几千笔 我这边是一千中间分段 因为可能要找很久 我干脆就找一千笔 找一千列 下面 但如果你要找更多的话 他底下应该还有更多吧 他总共有五千多 他说每天都要找这么多资料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他可能要花非常多时间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比对的嘛 那这边有个假设第二栏的话 我可以产生一个比如说结果 这边的话 我就是给他一个栏位名称叫结果好了 这一栏里面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最近使用过的Conif 或者用统计里面的Conif 按确定 那Range的话 请你按F3 就是黑名单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用这个名称 只是说你要切过去 然后选选选选选两万多 选两万多 好麻烦 你倒不如用这个方法比较快 按个F3 直接这个名称就过来 而且这个名称的好处是吧 他也非常清楚 范围叫什么 黑名单 但是如果你用选的话 你可能选过去范围 你一看这到底是什么 你也搞不太清楚 那Criteria是什么呢 Criteria就是前面这个 Email信箱 也就是这个Email信箱 在这个里面呢 有没有出现过 那如果有出现的话 表示应该结果是1了 如果没出现的话呢 那表示是0了 对不对 那不就找到了 所以结果的话按确定 点两下 他就全部帮你统计完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结果 是黑名单的 帮我call到这边来 当然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你可以怎么样 留下E不留下0的嘛 那当然你要留不留 几个方法啦 不就是什么 资料里面排序嘛 排序把E到Z嘛 对不对 然后这样不就是 把那个E留下来 后面砍掉 不过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 就是再去找到E的位置 然后再复制贴过去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 按一下它 上面会有个箭头 你就把对 E的部分留下来 按个确定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请你再把什么呢 这个Ctrl-Shift的向下 因为它只会留下E的嘛 然后就Ctrl-C 再把它怎么样 贴到查询结果的A1 对不对 这样就完成了 记得切回来的时候 就把那个 就是筛选 记得把它取消掉 因为它现在还是只有E嘛 那取消就是 再按一下 它就取消 取消的话呢 那就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了 OK 可是有时候数量很大的时候 我筛选之后 会把这个资料 CALL过来 对 有的地方 CALL不过来 CALL不过去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 你的量太大 还是这样 对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叫公司帮你插个记忆体就好了 记忆体增加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 是因为那个记忆体的关系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新的电脑 它的那个记忆体的量都应该够了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你要怎么检查 其实你就是在 最简单的方法 电脑按右键 右键内容 右键内容里面你看一下 你的那个记忆体 是不是像我们这边4G 4G是最最最低标准的 如果以现在的作业环境来看 现在都8G 16G了 所以因为像我们现在电脑 都差很大的记忆体 所以你刚刚讲的问题 应该几乎都遇不到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跟什么 Excel的版本有关系 如果你是Excel2003的话 以前那很容易发生 可是以Excel2007以后的版本 它这个问题 因为它有把一些记忆体的 有些东西容量加大了 所以比较不会有 所以你可能这两个问题 应该都有可能 对不对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我相信应该就差不多 就不太可能会有讲的问题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将来像现在我们是32位元 对不对 它现在都64了 64那频宽更大了 这个有点频宽加大 就跟你那个高速公路 本来只有两线道 拓宽成8线道 对不对 那你上面 所以怎么可能会塞车了 不会有塞车问题啊 跑起来吓吓叫了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硬体设备 或软体设备资源之后 就不会有产生 这些相关问题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很快的可以 把这个黑名单给做出来 而且完完全全 不需要写任何的 那个VBA程式了 但是如果你要练习啦 像我有写 如果我要用VBA来 做的话可不可以啊 可是我发现 没有这个简单 这个算最简单的 因为找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两个范围 要互相比对的话 应该常常遇到啦 两个范围里面呢 要比比看 到底 我这个资料 要查询的资料 有没有存在的话 那其实用这一招 应该是最快的 而且只有用到 两个功能 第一个 不过特别重要 先一定要先定义 那个黑名单的范围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 黑名单的名称 先定义好 再利用那个 conif黑名单 去找前面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有就是一 没有就是零 大概就是 再利用什么呢 游标放在 这个栏位上面 筛选一下 筛选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现了零或一 你就把一给保留下来 零就不见了 那保留部分 你可以用复制贴过去 就完成这部分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资料量 因为 像我是处理过 几十万 几百万 几百万的资料 其实也都好像 还好 因为只要是 记忆体够大 然后版本够新 应该都 那不然你就是 再把它用新版本 跑跑看 就变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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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